哈喽朋友们,今天是12月2日 这里是黄石街道 眼前这条路是黄石大道 我们可以看到车流也陆陆续续的多了起来 这块区区是小平城中村改造计划 将修建高层住宅 由驾照业成建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新市街道 还有白云区最大的人流聚集体百姓购物广场那边的情况吧 广州这波疫情从10月中旬开始到现在 已经快一个半月了 这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管控 比如风村公交地铁暂停 很多商铺工厂关门等 自从11月30号下午开始 宣布全面解封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人们很是开心 终于熬过头重获自由了 又可以开始搞钱 有人甚至放起鞭炮庆祝解封 街道两边的小吃商店 杂货店又开始恢复营业了 这个新市街道有配套公寓 汇桥新城 然后这边的街道也干净整洁 我来到了百姓广场 这里也是宣布全面解封之后 才重新开始营业了第二天 一会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依然需要扫下二维码才可以进入 各位宾客您们好 您们尽操二维码 特地稳计带勾照 请大家直接遵守风景风空要求 谢谢配合 各位宾客您们好 请大家遵守风景风空要求 前几天还是白云区公交地铁停运 广州这解封的也太快了吧 我收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 我觉得广州全面放开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 长期大规模的做核酸检测 和封村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点就是这些天 内地也有一些大城市的普通人民 都厌倦了这种高压的防御措施 比如上海、新疆、北京等都开始上街反对封锁 第三 可能专家也知道这新冠肺炎病毒危害线 真的如普通流感 或者也是真的防不住了 不如放开 毕竟在这样下去不仅精气没了 底层人民的抵抗也只会越来越强 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感谢观看 下面这个就是百姓广场的室内滑冰场 我们看到与工作人员在里面 好像在为重新开业做准备 我总是在那里来玩 我们上车的室内滑冰场 我们下车的室内滑冰场 很多时候的室内滑冰场 这边是百姓广场东区 上方就是连接市区和白云机场的高速路 交通非常的繁忙 油轨电车依然保留 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新市街道离广州城区很近 这里城中村多 是农民共聚集的地方 新市区还是原来的新市区 而广州经历这几年的疫情 变得不是原来的广州的 如果广州作为内地的南大门 相对于北方的大城市 北京上海来说 还是比较开放包容的 比如历史上孙东山领导的新亥革命 这些都是有远见的人物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 对于这次广州打响了放松疫情防控的第一步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这个会儿的七十国 最大小的关于一个老虫 也就是我们在北京上海外之温 秩序仁与根本路上海外之线 日外的感受 可逆有多大城市 这次维峡大藏市 和超山一内在 最大和平洋遥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